这课怎么办呀 你肖默那个坏人坐我后面 我怎么好好学习呀 哎呀 这课不是天要往我古纳拉黑暗之离吗 有此等刁民坐我身后 我还能有称霸一销成为一代公主的机会吗 苏黎 你还敢上课睡觉 你知道吗 这次测验全班叫你一个人不及格 哎老师 我没有睡觉 我只是趴在桌子上 没有睡着呢 你还挺会早变的 以后每年正午让林肖默给你辅导 啊老师 我不想要他替我辅导 你个灵牙蛋你还挑三拣四的 我 老师我也不想给他辅导 他那个猪脑袋我可教不会 哎 林肖默你说谁是猪脑袋 谁在接话就是说谁了 你们俩在场就都给我滚出去发展 我才不要被林肖默叫笨蛋呢 危机客老师让大家自由学习 我先来看看我的QQ有没有人找吧 哎有新的消息 有人加我好友了 这可是我转学到音效第一个加我为好友的人呢 我也新来的 新生手作弄明白了吗 啊 呃这 音效的人难道都这么热情吗 料你那个用来装水的脑袋也弄不明白 让我来大发慈悲地告诉你吧 作为新生一定不可以叫校长大伯 他非常讨厌这一点 什么 什么叫我这个用来装水的脑袋 这个人说话的语气怎么这么像林肖默 哼拿起我的键盘 让姐姐教你如何做人 啊 这点我当然知道了 本公主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呵 也不知道是谁被校长罚去打扫图书室 看来你不该叫鸭梨 你该叫鸭子 死鸭子嘴硬嘛 哇呀呀呀呀 什么叫死鸭子嘴硬 气死我了 这个坏人不是林肖默 也肯定跟他是一伙的 苏黎同学 你上课突然大声咆哮是什么意思 呃 老师 你觉得我的QQ尼称是叫鸭梨好 还是鸭子好 什么跟什么啊 苏黎同学 你扰乱科长秩序 给我出去走廊罚站 唉 最近真不顺利 来到音效没几天 就接二连三的惹祸 那个叫我为好友的Xman XM 嗯 小妹 虾米 难不成是林肖默吗 哼 不管你是谁 我福尔摩斯里都一定会把你揪出来 林肖默又给我出难题了 说好替我辅导功课的呢 结果却找了一大堆奇葩的难题 你是在教我学习 还是在教我脑筋击转王啊 喂 各位姐妹们有遇到过极品同桌吗 欢迎评论区一起吐槽分享吧 期待你们的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桃花筋击水 是